這真的是一個歷史畫面 大概是史上真的是第一次 不同黨派的委員 在立法院這個場合 同時站在背巡台 你是否可以先承諾我 我只有兩個問題 請你先承諾我 第二個問題 你一定會回答 報告委員 是不是可以先告訴我第一個問題 好的 呈現整個公聽會的過程 抱歉委員 我想你並沒有聽清楚我的問題 我的問題是 公聽會的制度 現行的公聽會制度 紀錄已經無法確實的表達民意 所以我會希望委員要告訴我 未來能夠如何立法 找到一個新的制度來解決這個問題 那讓我很驚訝的是我覺得每一位質詢的朋友 他提出的問題都非常的專業 也就是說其實大家對於公共事務都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那我覺得這一次我站在背巡台上 接受民眾的詢問喔我覺得其實我也可以學習到一些就是說從民眾的角度怎麼看一件事情 就民眾他關心的議題在哪裡 問一位委員對不對 對所以你要跟他單挑六分鐘 OK好來 李俊逸委員 謝謝麻煩 那我覺得說我們當一個立委本來就是要公開給人民 所以我們來參加這樣的活動我覺得意義也相當好 也對我們更大的一個體力 你覺得這個東西應該列入優先法案 請給你二十秒的時間 謝謝 你大概有四十秒的時間 OK 對 我覺得委員喔 問我們時代力量這個問題真的是太善良 對我們太好 因為我們只有五個人 所有記者每天都在問我說你們怎麼形成決策 我說我們在Line上面或是Message上面就可以形成決策 我打得上要怎麼公開 Line不能拿來公開 我們每個禮拜二早上有黨團會議 因為我本身也 因為做研究的關係會看立法院的質詢影片 那其實你沒有自己站在上面去 你不會知道立法院委員的質詢為什麼是這個樣子 他有固定的套路他為什麼是這個樣子 那其實就是時間限制跟預想官員可能的回答等等各式各樣 導致他們會問出這個結果來 政黨協商之間我們還有一個黨團內部運作的層次 黨團怎麼決定哪些法案是優先法案 哪些議題要先推動 誰來決定這些事情 只要是黨團內部的資訊我們通通都看不到 資訊變成它是一種開端 像今天假如我真的是立委他們真的是官員的話 他們給我的承諾我就要去追 後面有關於 例如說他們今天承諾某個東西黨團的資訊要公開要公佈 一般人不會知道這些 他們只是說質詢就是看到很高興 其他東西他們看不到 但質詢後面還有可能你要立法 可能要去追蹤 可能要去做一些後續的考核 那其實才是重要的東西 這個問題是針對各位的區域立委 就是你們背後其實是有大量的選民在支持你們作為他們的代表 可是委員有沒有確實的把你們做的事情反映給你的人民知道 好本來我是想要示範一下說 部長不會答詢的時候說 那這個問題是不是請次長來回答 因為剛才那個李俊一委員跟 跟講萬萬委員都太老實了 他們都從頭定到尾 雖然之前那個主持人有來提示我說 可以適時的打斷或是以一個 以問一答或是快問一快答的方式去進行 但可能跟自己個性也有關係 所以就是習慣會等到他們講完一段之後 再做一個比較完整性的回應 在這樣有限的時間裡面 可能沒有辦法讓委員們 把他們自己準備好的那一大套 等東西講完 因為他們講完可能時間就已經過一半 或是更多 對啊 所以就是對我自己來說 可能要學的是 怎麼樣在一個討論偏調的時候 把他抓回來 或是快速的打斷他 因為我覺得委員們他們也都很習慣 講這種非常漂亮的語言 對啊